现在我去发个快递 这个水壶和水壶支架 有一车有联系我说是很想要一个我车上的那种 双头的放一个水壶放一个暖水瓶那种支架 但是这种支架呢是 卫航他们找厂家定做的 买不到甚至买不到 那我就直接把我的这个单头的水壶支架和水壶直接游给他 咱们房车上也就是正常的话 也就是一个人两个人最多三个人 用这种小水壶随时烧随时喝也挺好的 这一个快递寄了半个多小时啊 找不到一个合适的箱子 又11点10分了 到街女儿的时间了 上 走完了 咱家的房车都变成你的保姆车了 是不是 就是一天刚接送你上下学 变成你的保姆了呗 回到小区院子里 车停好 走吧回家吃饭吧 等一下 把枕头拿回去 坐好吃门 走 这个枕头是买的 买的桥皮 哇 这个枕头是买的 里边的桥皮有点硬 睡着有点割耳朵 回家把家里的桥皮换一下 家里的桥皮也是买的 但是 洗过 里边比较干净 桥皮枕起来比较松软 走快点 现在把枕头打开 你看里边原来的桥皮都倒出来 先看一下这个桥皮质量怎么样 哇 这个桥皮 这桥皮有点脏啊 倒出了这么多桥皮 一个脸盘装不下 还倒这么一大堆 这枕头里边桥皮是真桥皮 就是枕的时间长了 渣子比较多 看看 回头这得洗一洗 桥皮得洗一洗 这是家里洗干净的桥皮 洗干净的摸起来就非常的松软 这是家里的一个新枕头 但是这个枕头里边 桥皮我觉得有点太少了 我就喜欢整那种比较硬的 所以拿一个纸杯子 往这里面再灌一点 哇 好轻呀 嗯 哎呀呀 慢点 慢慢来 来 爸爸一吃 穿上了 来吧 这正眼太小了 装上瓢皮以后 把枕头再缝一下 爸爸 你好厉害 竟然能穿得上 竟然能穿得上 线有点短了 这下好厉害的 人家觉得厉害吗 你长大也就会了 哦 还缺一点 来再给咱们把线拿来 再补上一点 哦 好了 露不出来就行了 枕头很好以后 还是放在我原来这个枕头套里 啊 这下枕头是又高又软啊 来 刀娃子 嗯 试一下 试试 头放了这试试 哎呀 哎呀 软不软 不要 嗯 好舒服 嘿嘿 好了 走啊 嗯 对 走垃圾里边吃 垃圾里去啊 我把这收拾一下 现在我扛着梯子 躲完扛着枕头 来去了 现在又抱着枕头了 我俩去防身上 今天太阳出来了 陆续能下个20多天的雨吧 太阳终于出来了 我去把防车上的 太阳能擦一擦 能抱我动吗 抱好啊 我这会儿车位上晒不着太阳了 再会给你开门啊 梯子行 离这儿 真行 枕头给爸爸扔到床上啊 哎呦 哎呀 臭死了 我这个梯子头上是绑了 海绵的 哎 开门板不是很脏 下雨给它 洗干净了 哎呦 哎呦 还知道 对面去擦 其实太阳能这个东西也挺好的 就是 比较受制约 啥制约呢 就是 你必须得有大太阳 虽说阴天也能发一点电 但是阴天发的电量就 非常有限了 只有太阳光直射的时候 它的发电功率才高一些 呃 后边再擦一擦 梯子拿回家了 本来我是想给房车上配一个那种伸缩体的放在床下的储物空间里边 但是 后来想一想 用的频率不是很多 大家现在可以看一下 这有20多瓦的用电量 呃 关掉四路监控呢 还有11瓦的用电量 10亿瓦的用电量 冰箱啊 还有一些这个什么 小的USB充电给这些供电的这些东西在用电 说明这会儿太阳能是 没充电的 只要太阳直接 没照射到太阳能充电板上 它那个充电功率都是非常小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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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回事